在2024年1月14日,俄罗斯空天军已次击落一架隶属于自己的A50预警机 之后全世界都在问,A50为什么会被打下来 但很遗憾的是,在一周后,我们也没能等到任何关于事件的真相 这就不得不让火力军带大家再来一次技术分析,来给大家的观点补充更多的论据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俄罗斯这次被击落的A50预警机 到底在国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水平 在讲A50的技术之前,我们就不得不提A50究竟为什么会诞生 实际上,在苏联空军中,预警机是不应该存在的荣誉产品 这是因为苏联空军主要分为国土防空军和前线空军两个部分 而这两个部分都并不依赖于预警机的指挥 对于国土空军来说,他们的截击行动主要依赖于大功率地面雷达的引导 以及地面站点的指挥 而前线空军虽然装备的是有着臭名昭著短腿和近视的恶名的米格29战斗机 但是他也并不需要预警机的引导 引导他的是综合了空军前线防空单位的自动指挥系统 也就是说,在战时,前线空军是一支典型的飞行的火炮 空军只需要知道去哪儿,打什么地面目标 其余的,一概不需要了解 至于制空权,这一空军立足根本,则根本不是苏联空军的任务 前线空军战斗机的任务仅仅是保护对地攻击机群 而至于其他地面单位头顶的防空任务 他们自己当然会使用自己装备的野战防空系统 诸如石勒喀河和通古斯卡等,来抵抗对面北约的空袭 所以各位能看出来,在苏联空军中 预警机纯属持军费的荣誉产物 在这套自洽的理论中,苏联空军的行动将由地面雷达来指挥 但是这避免不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地面雷达由于是仰视扫射天空 所以会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下势盲区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 美国空军完全可以使用电子侦察手段 来探查出这些雷达的下势盲区 以及无法覆盖导的空域 从而让核弹轰炸机进行突防 实现对苏联纵深地域的轰炸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苏联就不得不需要一款用来补充 其他地面雷达盲区的移动空中雷达 这就是苏联预警机的作用 首先苏联设计师们尝试了包括 图95和图116在内的几种机身 但是他们的宽度过窄 想要放下完整的空中预警指挥作息 会非常困难 所以设计师们选用了机体更宽的图114 这是一种基于图95架构的远程昼机科技 拥有更宽敞的加压机舱 而这也是苏联第一架 制式生产的预警机图126的由来 但是比较无语的是 这些预警机的性能 并不能让其成为预警机 由于图126采用的四台 库茨涅佐夫NK-12MV 轴流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和共轴反转螺旋桨的设计 导致雷达无论怎么摆放 都会因为螺旋桨的反射 造成极大的杂波干扰 除此之外 它纸面上的雷达性能也有问题 图126上安装的雷达 没有俯视能力 这也就意味着 它无法看见低空突防的 巡航导弹和小型战机 并且在杂波较多的 地面上空工作时 也会严重干扰雷达的工作 所以实际上 图126只能算是一种 空中移动雷达 而和实际上的预警机 还是有相当程度上的技术差距 随后为了替换图126 别里耶夫设计局 在1276运输机的基础上 改装了A50雄风预警机 这款预警机的 北约识别代号为 支柱 于1984年服役 它最开始是采用 被称为野风的 二次波段高重复频率 脉冲多普勒雷达 发射功率约为20千瓦 由于其雷达天线阵列较大 所以其对于分析复杂背景下的 目标信号的顶敏度 较为出色 当然 这也是俄罗斯电子工业的落后 导致其雷达系统 无法使用智能算法 来分辨目标信号的情况下 毕竟加大雷达天线阵列 就意味着从雷达支架 到机身补枪都要增正 会进一步恶劣其启动性能 在设计上 由于采用了IL76运输机的机体 所以其工作环境 各位也能大概知道一二 由于设备的加装 5名机组和10名雷达操作员 甚至得不到一个厕所 当然 在后续的A50改进型 A50U中 好歹也是增设了休息区和插点柜 才让这种预警机的工作环境 比矿场好一点 当然 至于A50活动时间的 不只是和矿场一样的工作环境 还有其运输机的底子 首当其冲的问题 就是在增加雷达和额外设备之后 它们已经远濒临IL76的 最大起飞重量的极限 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 飞行员必须保持一部分油箱空载 才能有冗余的推力 来保证起飞安全 即使是在满油的情况下 A50最大的制空时长 也不过是距离基地 1000公里处的4小时 当然对于苏联人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即使前线空军需要预警机 它们的突击行动 也不会超过4个小时 不过没人会前一台预警机的 制空时间太短 所以在后续的A50M上 这台飞机获得了空中加油能力 可以从IL78空中加油机处 获得油料补充 进一步提升制空时间 再随后 由于苏联解体 A50系列也就失去了升级能力 恰好就落下了相控阵雷达 这一航空电子技术最重要的产品 这也就导致俄罗斯想要为其升级相控阵雷达 但是却没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制造技术 以及大型相控阵雷达的上级经验 所以即使到了2008年 A50U的最新改装 俄罗斯依旧在使用老旧的机械扫描多普勒雷达 这也就导致了A50U虽然是一种2008年的预警机 但是其实际机械水平约等于1980年代的美军E3A网楼 而后者虽然也使用多普勒雷达 但是其可以通过编程技术来模块化升级 电子对抗能力以及雷达识别能力 也就是说 虽然E3和A50都是80年代活跃的 使用多普勒雷达的预警机 但是实际上 俄罗斯最新改建的A50U 要远落后于童年的E3MTP升级 更何况 在预警机相控阵技术满天飞的当下 雷达的形态早已可以突破想象 比如世界上第一种相控阵雷达预警机 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 就率先采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电子扫描阵电 来实现无间隔扫描跟踪的前提下 还可以通过尾随机频率和短速率扫描的模式 来欺骗被探测机的电子干扰 增加持续追踪的可靠性 并且费尔康最大的创新是 在采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之后 就可以丢掉原先那个预警机标志性的大盘子 从而进一步优化起飞重量和启动性能 以便增加飞行速度和制空时间 而且更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还可以和蒙P结合 将有源相控阵雷达的TR模块 内埋进飞机蒙P中 让预警机和其他飞机从外观上分不出区别 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视觉干扰 而这是A50U渴望而不可及的技术 并且根据多方信员 以及这次A50U被击落的事实 我们不难推断 A50U的复杂环境 尤其是复杂电子环境下的探测能力 实际上根本达不到俄罗斯媒体 所吹嘘的400千米对空探测能力 它所装备的VIG-M雷达 对于SS约等于1到2平方米级别的目标 比如迎头的F16 其探测距离约为200千米左右 最远不超过260千米 而对于大型目标 比如迎头24S为12到15平方米的苏27 其探测距离就可以达到300千米 而对于超大型目标 比如图95 B-52这种战队轰炸机 以及水面舰艇等 其探测距离达到400千米则没什么问题 而这个距离如果遇到了地面 或者空中的干扰源则会更小 同时由于缺乏算法上的升级 所以A50U空有一个巨大的 直径为9米的多普勒机械扫描阵点 而对于在低空杂波掩护下的敌机 火力军推测 其持续稳定的捕获和跟踪性能 甚至可能不如同位多普勒机械扫描 但是雷达罩直径仅为7.3米的ERC 当然雷达差一点就差一点吧 毕竟苏联讲究的 并不是某一件兵器的技术上有多先进 而是追求在尚可的武器性能上 使用更大的数量 来淹没对手 那么A50U的数量有多少呢 很可惜 截止到2023年9月 最新的一架A50U下线 俄军全部的A50U数量 也不过才8台 注意 这8台并不是所谓 换装了AESA阵列的 带有所谓天顶星科技 并且遥遥领先的A100预警机 而是在21世纪 拿着20世纪80年代性能的A50U 这8架飞机实际上 对于整个乌克兰前线的空中态势来说 是完全不够用的 更不用讲 我们现在还没有算战损 毕竟在2023年2月26日 一架A50U就在机场 遭到了乌军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 无人机直接在A50U的雷达圆盘上爆炸 基本摧毁了它探测目标的能力 而在2024年1月14日 俄罗斯更是在亚素海上空 被直接击碎了一架 编号为RF50601的A50U预警机 这下俄军的A50U的数量锐减到6台 如果损失继续 那么俄军将不得不投入更老旧的A50 来维持对俄乌前线空情的掌握 但问题是 俄军没有任何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A50 目前俄军的A50 要么是在翻修U型的状态 要么是飞机坟场剩余的破烂 那么这些库存的A50狙击 能不能安全飞上天 判测距离更短的它 究竟会不会继续战损 对于乌军和火力军来说 都会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随着F16和更先进的空空导弹到货 俄罗斯空天军必须想出一种方法 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空情感知能力 否则恐怕在前线执行任务的 俄罗斯空天军 其他作战飞机 将会蒙受更多不必要的损失 可以预见的是 这个自苏联时期种下的苦果 俄罗斯武装力量还将再长一段时间 好了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火力军 下期节目再见